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去除黑斑疤 這個大部分現在大部分有痘痘或有疤 大家都是貼那個人工皮膚 可是看不看得出來 還是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自己修掉好了 那當然這些工具事實上在Photoshop也都有 那我們Photocab也沒有少 所以我們可以來找看看 你看這一張 好那這個你可以順便把它放大一下 比較看得清楚 這真的有 這不是假的 上面這裡有沒有 小小的疤痕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喔 你看一下左手邊這裡 剛剛我們用打光 有沒有第二個工具就是去除黑斑疤痕 你可以從這邊來 好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看一下 事實上它有兩種類型 一個呢叫做小範圍的 一個叫大範圍的 現在這一張來講真的小範圍的效果就好 就可以直接用 那這兩個模式使用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看到底如何 那個一般來講我們這個筆刷 筆刷它也是一樣是一個筆刷大小 那筆刷大致上就是跟 八痕差不多大一點點就可以喔 你不用用太多喔 好太多了 你也可以從這邊做微調 好那它目前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幾個八痕 一二三對不對 剛好不連續嘛 連續就慘了 那這邊這個工具的限制就是 不連續的沒辦法一次做 要分開做 要分開做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就先點一個 比如說這邊也有 抱歉喔 抱歉喔 這個要八痕 這個要八痕 效果會比較好 剛剛那個 效果比較差喔 來 好 這樣 好了對不對 按右手邊有沒有開始處理 處理掉了 這裡 這樣你了解了嗎 有沒有不用貼的快 貼的要好幾天啊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像這樣就做好了 很快的 那麼你可以順便來看看喔 剛剛找了這一張 你可以再找找看裡面還有另外一張 這個 除了八痕以外 皺紋也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皺紋 上面的叫抬頭紋 眼睛的叫魚尾紋 嘴巴的叫法令紋 OK 那你可以看看 像上面這個 這個的話 又用這個什麼 小範圍的 才會比較好 你可以比較看看 你可以嘗試看 實際上不用太 侷限於它上面怎麼黑半啊 八痕 你要去嘗試一下 那我自己試過之後 我發現說 這個其實用 這個效果比較好 好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歲月的痕跡 是可以撫平的 哈哈 好你看這個眼睛 這樣有啦齁 使用前 使用後 都不用緊縮嘛 也不用打玻尿酸 很快吧 坐一邊就好了 很快吧 看起來怪怪的齁 那當然 如果你不夠的話 你就再多坐一次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這裡有一個 我不敢叫他出來喔 欸 有一個阿伯 喔在這裡 阿伯在這邊喔 這個阿伯我不敢 不管用它喔 因為 有沒有發現 它的皺紋真的是 有 有深度的喔 哈哈 這個效果就不好 哈哈 所以像剛剛那個是很細的 你會發現一塗就OK了 可是這個的話 你塗一塗效果把它擦 所以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比較來得及 很輕的 老了就好了 哈哈 好 跟各位開玩笑 所以你可以參考看看 你看我們 透過剛剛幾個功能 學習過之後 有沒有發現 Photocab不太難 真的很容易上手吧 國中小都要學的 為什麼你不用學 學習不在年齡對不對 在於會不會用 好不好用而已 好 他MIT的 他有他的好處 那等一下呢 我們 現在是大概 兩點半 等一下呢 再把一個功能講完 我們再來看 就是先休息一下這樣 那本來這個我要講 可是很抱歉 昨天上去看了 發現 人家已經沒有免費的 存付費 但以前這個還不錯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直接網站上就做 這裡有一個塔 塗一塗 就沒有塔 有沒有 但是這個部分現在沒有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找一個 大家一定會用到的 比剛剛那個更常用的 就是去背的工具 去背的工具 好 這個我先把這一段 先到這邊